看看新闻吧 在2015年的春晚上 玛丽凭借在小品 头起索号中塑造的那个 溜须拍马的角色大放一彩 这个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 往它鱼钩上一条一条刮鱼 这个喜欢我 所以好健康 因为作品关于反腐话题 这可让平时不怎么接触 机关单位的 开心麻花团队成员们犯难了 都崩溃了 因为这个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 我们开心麻花这帮人 都属于散养的 也是因为题材问题 头起索号这个小品 经历了被避有复活的风波 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那两天我就受了五斤十六斤 就不吃不喝不睡 没想到会这样 作为开心麻花团队中的顶梁柱 玛丽和搭档沈棠 创作了一系列 筷子人口的小品 表演事业风生水起 但回晓2003年 刚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 演戏毕业那会儿 玛丽进组拍戏 也没少遭人白眼 他们用方言去说一些话 我能听得懂 就是确实是刺痛我的心了 我就决定 我再也不演电视剧了 我说我又不是靠脸蛋吃饭的 我演话剧 反正离得远 也看不清 如今玛丽的喜剧实力 得到了肯定 也来到了人生收获的季节 现在的玛丽就算有烦恼 看来也都是甜蜜的 而且我当时 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 今年演个大反派呀 我说是走出央视的时候 会不会被打呀 娱乐星天地独家采访报道